好各位老爸老妈 还有我们的陆医生 看起来我们现在今天可能 上直播这个部分 可能是有遇到一点挑战的了 那没关系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先进行我们zoom里面的 这个开讲好了 那陆医生我们就随时 如果那边解决得到的话 您的这个直播的部分 就是直接上去了 好吗 哇那就是毫无预警 好害怕 对对对 很抱歉 没事没事 那我们这边呢 就请陆医生呢 就继续今天的开讲 好甲状腺异常的问题 有请 好的来 那各位亲爱的老爸老妈 我们今天开始谈一谈 我们的甲状腺异常 好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甲状腺就是我们脖子之前的蝴蝶 那当然这个是个纹身 但是主要是要让大家看一看 它的形状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我们就看看甲状腺那侧面的时候 它也是看到像一只飞蛾或者蝴蝶 补贴在脖子上面 好我们的甲状腺本身 它的结构呢 可以看到如果是我们的生理上的结构 它有左翼右翼 然后中间有个侠布 然后就形状就是刚好就是这样包容在这边 所以你当你摸到你的气管的时候 两侧肉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那甲状腺大小呢 成年人的话 它的高度它其实一点都不大 它是看你的个人的身高比例 它是高度2.5到4公分 宽是2到2.5公分左右 那厚度呢 是1到1.5公分 然后侠布的话比较薄 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在中间 它是小于0.5公分的厚度 它本身的重量呢 是小于30克 大概就像我们吃的腰豆 15克干腰豆的重量 那我们正面看是这样 然后当你把甲状腺取下来 反过来看的时候呢 它后面有四个我们说的 甲状膀腺或者是副甲状腺 那这四个小小的扭扣般的东西 它是会调节我们身体里面的 钙、磷、比例 就会影响到我们本身的 身体的一些电解质 那个叫做什么 有机物质的代谢 那假设说我们节食啊 或者是骨质疏松 它都有直接的关系 好 那甲状腺来说 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甲状腺是一个柔软的器官 里面都属于绿泡 我们所谓的绿泡 大家看过海藻对不对 有些海藻是一颗一颗的 圆圆的泡泡状 那就是跟我们的甲状腺的 内部结构一样 那它就包在一个包膜下面 一粒一粒的我们叫绿泡 还有绿泡旁边有些细胞 那组成整个器官 那甲状腺是做什么的呢 它很重要吗 是 我们的甲状腺本身 它是属于我们身体一个管 我们新陈代谢 制造我们身体蛋白质 调节我们身体激素的一个系统 总的来说呢 它是调节我们身体新陈代谢的一个器官 那分泌的甲状腺素 跟我们的成长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所有的新生儿出生的时候 宝宝出生的第二天 我们会抽脚跟血 我们会扎一扎 取一点血样 看它的甲状腺素是不是正常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关个窗户 我们家隔壁邻居的狗 好 那就说回这个甲状腺素的话 就婴儿为什么出生的时候 我们需要关注这一个呢 因为甲状腺素会影响到一个小朋友的 身高 体重 还有智力的发育 那如果小孩子小时候甲状腺素不够的话 它的成长过程会非常的迟缓 那不但是生理上的迟缓 还有就是它的智力发展也会慢 那如果是成年人呢 成年人的甲状腺素不足 或者太高 都会造成一个新陈代谢的影响 太高 就是我们说甲状腺素抗性 等一下会单独再提到 那它会让我们整个人的新陈代谢变得很快 心力加速等等 那如果是说太低 那就新陈代谢变慢 大家可以想到 一个是动得过快 一个是动得过慢 两个完全相反的反应 这就是我们的代谢率 那甲状腺分泌激素来调节我们身体各种反应 它分泌什么 它主要呢 其实就是分泌我们的T3T4 那我们在看体检报告 等一下会单独提到的 就是甲状腺常看的是 TSH跟T3T4 只要我们知道这几个的 之间的互相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份报告 是不是正常 还有一个呢 这个降溉素 其实就是由我们刚刚甲状腺后面的这四个小小的扭扣 我们的甲状腺线所分泌的就调节体内的钙平衡 那接下来我们看 T3T4检查 那这个TSH本身这个基数来自哪里呢 来自我们的脑里面的下垂体 由它来告诉我们的甲状腺 你要工作了 那当然我们上面还有啊 就是我们的丘脑上一层的TRH 那告诉他我们要释放甲状腺线基础 然后再来一个是猝死的TSH 但是我们检查常用的是TSH 就到我们的脑下垂体 丘脑在我们的两个左右半球的中间 那垂体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才说的第三只眼睛往内深入脑部 有个脑下垂体 由它来分泌TSH 告诉我们的甲状腺 你要分泌甲状腺素T3T4 当然这个分泌过程当中呢 也受到我们身体里面吸收的点 有直接的关系 那点是生产甲状腺素的 原料 那当他通知了他之后 还要工作了 那甲状腺里面 刚刚我们说到的各种绿泡 还有他旁边这些细胞 那绿泡里面就会开始分泌 我们的甲状腺素 这就是他的整个运行过程 那如果甲状腺生病了 常见的就是说甲抗甲减 那甲抗的话就是说 身体里面的甲状腺素分泌的太多了 那就是我们身体各种东西都进行的非常的快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 我们会体重会减轻 主要是减轻甲抗 但是到后期的时候 甲抗新陈代谢会出现异常 它可能也会增加一点体重 然后你可以想象到的 心率加速 身体不断的流汗 还有就觉得 个人的情绪受到影响 无法承受热 身体一直觉得很热 旁边如果环境一开始变热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整个人呢 就觉得心跳很快 然后眼睛呢 会觉得有点浮浮的浮肿的 严重的时候眼睛会凸出来 那如果是在女性的话 还影响到生育 它影响到的就是 她的月经会变得非常短 非常的浅少 因为是新陈代谢变得非常的快 吸收能力受到影响 它会吃得很多 但是临床上它会拉肚子 然后整个人呢 很疲倦 那还会脱头发 常常有睡不着的现象 然后身体的那个肌肉也会变得无力 所谓这种无力不是说觉得疲倦啊 酸痛 而是你觉得你的肌肉就在那边 可是你用不上力 那种感觉 然后情绪上会变得比较激动 敏感 然后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暴躁易怒 然后反应激烈 那最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看到我们的指甲 指甲会变厚而且容易破脸 那如果是甲减的话呢 甲状腺的机能不足 你只要跟甲抗完全相反的东西就对了 当然他们有个共同点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新陈代谢器官失调的情况 所以呢 他会容易疲倦 睡眠失调跟脱法 那甲减的人呢 体重会增加 然后会不能忍受冷的环境 他怕冷 他喜欢温暖的情况 然后身体呢 常常不流汗 然后精绿也常常觉得慢 然后觉得容易喘 那动一动呢 就觉得很疲倦 还有呢 就是他的月经会失调 刚刚说的甲胖是又少 又浅又短 但是如果是甲减的话呢 他月经变得量非常的多 非常的不调 就常常有来没来的样子 然后脸呢 有浮肿 或者身体会浮肿 还有我们的下半身的那个脚 脚背啊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小腿的部位 容易肿胀 体重会增加 然后有一些人会感觉到就是肌肉或者骨骼会疼痛 那种感觉就觉得常常生痛啊 不舒服的 最后一个就是跟刚刚拉肚子相反的 容易便秘 就你可以想象一个是火焰山 一个是北极 就两个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那常见的甲状腺就是过高过低 还有呢 有时候可以看到是甲状腺会肿大 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结结 有囊肿 或者是甲状腺发炎了 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甲状腺症 然后刚刚我们这说过的甲状腺症状 那甲状腺症状也就是这一些刚刚说到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甲状甲状 有一个情况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气触手抖心率加快 那是甲状腺症状 它这个问题呢 它就容易造成我们的甲状腺风暴 我先往下跳一下 有一个甲状腺风暴非常重要 就是甲状腺造成的问题 甲状腺风暴很容易造成一个人 一做刺激 一怒 心跳快 他的体温会从发烧变得非常的高 过高 然后疲倦 这个情况之下呢 在心跳过快 引起心率失常的时候 这个人会猝死 那我个人有见过 因为甲状腺甲抗不治疗的病人 他就一下子送到急诊来 人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呢 其实我们是需要认真的对待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甲状腺的情况 那人的记忆力容易受损 这个受损是怎么说呢 他不是失忆 而是他这个人呢 对某一些东西 他的反应很慢 他的形容就是 你的脑子里面 感觉上有一层东西 顶在你的 你的目的地前面 也就是说假设他今天要告诉你 某一件事情 可是当他在说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很详细的 明确的把要说的东西 说出来 这个词呢 在英文叫做 Brain Fog Fog的意思就是 雾 就觉得前面有点云雾的感觉 朦朦胧胧 有点 没有办法切切到位 这就是甲状腺 减退的 甲减的一个问题 好 再来刚刚我们提到 甲状腺 常见的一个疾病 叫结结 我们常常做检查的时候 那在做超生 那没有症状 医生跟你说 你这个甲状腺里面 可以看到小小的结结 就是一粒一粒的东西 那其实呢 大概 每一个人做下去的 检查的时候呢 大概都会有 可能有结结 为什么 甲状腺本身 它这个器官呢 是在不断的再生的 因为它是一个活跃度 很高的器官 当然可以看到那些绿泡 它在里面 形成代谢分泌 让它会消耗 所以它本身 因为不断的在分泌 活动性高的时候 它就容易 在过程当中 可能某一个东西 长在一块 它就可能会产生结结 但是 大概是一半左右的结结 是没有症状 那95%是良性的 也就是说你检查到有结结 其实呢 它大概95%是良性 只有5%是恶性 这个5%恶性的癌症呢 你还要再看 它的里面的细节 有什么变化 所以一般上查到的时候 医生会针对情况 建议大概是半年到一年 就是重复追踪一次 那如果是说 他在做超生的时候 他看到下面有一些 异常的变化 或者是可能有概化点 所谓的概化点就是 一点一点白点 在我们超生看下去的时候 就看到 好像有一点一点白点 这就是概化 有概化就表示说 那个地方其实是有血管 那它的容易产生一个异变 那为什么结结会有血管 它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就一般来说 我们会用针 进去抽一点细胞来做检查 那当然如果是还有 就是看到里面 可能是有血流丰富 就很多血管在动 或者是太大 压迫到旁边的器官 或者是这个结结本身 它的边缘 非常的模糊 那这时候我们就怀疑 它是不是有可能 已经入侵到别的部分 所以一般上这部分 会做多一点检查 但是假设看到 你的报告出来 是有结结的时候 都不要担心 因为主要是 你可以跟你的医生讨论 那如果你看了时候 你还是担心 你可以再找另外一位医生 跟你进行下一步的讨论 结合你的厌血的报告 家族史 来做一个水访计划 那甲状腺结结的话 一般你可以看到它的大小 这边主要是 要跟大家说 良性结结都是很小的 0.5公分 那如果大于0.5公分的话呢 那他们一般会做定期的追踪 或者做穿刺 那如果是说 大于2.5公分的话 你可以想象 你这边有个结结 如果大于2.5公分 它其实是很可能会压迫到 我们的内部的 这边有气管 后面就是食道 这就是这边最重要的结构 还有旁边有血管 有我们的喉咙的 喉部的神经 那假设说你的结结太大 压迫到那边 临床上就会出现吞咽困难 或者是说 常常觉得头晕 因为它压迫到血管 影响脑固攻血 或者压到你的神经 就出现声音沙哑 然后吞咽 这边好像猴头肌肉 动不到的感觉 那这种时候 一般上会进行手术 那手术后面会提到 其实所谓的 我们这边的摄瓶消融术 它就是用一支针 刺进去那个肿块 就是结结啊 然后在里面放出微波 把它烧掉 或者太大了 就动手术把它开出来 那这边看一看这个图啊 简单来说 正常的假状腺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是假状腺肿大 然后再来这是结结 那这三个情况之下 哪一个临床上 可以被看到呢 假状腺肿 它可能肿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大紧包的病人 这整个脖子 它可能非常的大 一颗在前面 或者是一边特别大 那还有就是结结 如果长得很大 超过一公分又长在表面的 其实你是可以看到 也可以摸到 那这个有时候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你的亲朋好友 可能在跟你说话 因为我们说话 这个地方的肌肉会拉动 或者是吃东西 吞口水 它会看到整个甲状腺的大小 随着它移动 这时候对别人来说 是非常的显眼的 所以这个就刚刚我们最早说到的 它虽然是一只小蝴蝶 可是它有异常的时候 非常容易看到 那最后一个常说的 甲状腺癌症 就长在我们的甲状腺里面的癌症 其实很悲哀地说 大部分的甲状腺癌 都发生在女性患者 甚至于甲状腺疾病 甲胖甲减 女性也比较多 那有一个分界点 就是甲状腺癌症 通常发生在年龄比较小的患者 我们都说55岁 感觉好像很老 其实跟人类的那个平均年龄相比的话 55岁大概只是一半左右 所以这个甲状腺癌症 常发生在年纪比较轻 更年齐之前的女性 那但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只有5%会产生 这些会是恶性的 然后一般上就是动手术把它除掉 或者是我们用的放射性点治疗 这就临床上说的点131 那这是一个放射性物质 大概就是一杯水的量 你喝进去 然后因为它含点量多 它会被我们的甲状腺吸收 那甲状腺对点是非常的敏感的 它把它吸收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每2小时 4小时6小时8小时 到相关的部门进行检测 看看里面的量是多少 一般上来说 如果接受这个放射性点的治疗 在24小时之内 它的量是达到峰值最高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那如果它提前 提前达到峰值 就是甲状腺机能抗净 动作非常快 把它抢进来 如果是超过24小时 很缓慢的才达到峰值的时候 就表示说 它其实已经是 一个甲状腺机能减退 它的动作比较慢 那甲状腺癌症的话 其实一般来说 除非已经是一种恶性 我们说的未分化癌 它比较严重恶性 而且侵略性比较强的 它会跑到 有转移跑到身体其他的位置等等 一般来说呢 在一到三期的患者 也就是局限在甲状腺的位置的癌症 它的存活率相当高 就十年的存活率有90% 那什么原因会造成 我们甲状腺癌症呢 甲状腺癌症的危险因子 一个是放射线 也就假设说 我们在大家都知道 1980年代的 Channel Bear的那个核灾 那假设人曾经在那个位置 东欧 曾经接受过辐射 或者是本身接受过一些 放射线治疗 这不是拍X光哦 是用放射线来治疗 颈部或者胸部的人 那它本身甲状腺癌会产生 也就是为什么在其实在医学上 我们常常帮患者拍X光或者做检查 CT的时候 一般稍微在脖子戴上一个签罩 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甲状腺 还有一个是有家族死 这个有家族病假设说 这个家族里面甲状腺癌 或者是我们常说的其他的内分泌癌症 也会有比较高的几率 还有就是缺乏一些微量元素 比如说新啊细啊 或者摄取点不足 那但是呢 其实在我们的 在台湾是60年代 在马来西亚大概也是后期 差不多时候 我们都开始在盐里面加点 那所以缺点的情况并不常见 还有一个是感染了病毒 或者是我们的本身甲状腺有炎症 那在长期因为不断的发炎 它容易产生突变 所以这就是造成甲状腺癌的几个危险因子 那现在我们回到刚刚之前说的 我们的甲抗甲减 它又怎么产生呢 为什么会产生我们的甲抗甲减 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遗传因素 还是回归到家族史 而且比较常见的就是 一个家族都会有 那可能呢 它不是每个人都会产生 但是不管是甲抗甲减 或者是甲状腺炎 或者它有其他的一些内分泌 像糖尿病啊 或者是肾上腺 还有一些是垂体瘤等等 这种跟内分泌有关系的 的疾病的家族史 它都可以算在内 所以假设一问家族史 这个病人本身有甲抗 他可能他的外婆家的 他的舅舅有甲抗 然后呢 还有一些表弟啊 他有甲减或者是有阿姨 可能也是有甲抗甲减的现象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家族其实 他是高危群 但是他不会每一个人都得 所以病史呢 询问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比较技巧性的 慢慢把它发掘出来 那当然就算知道了 其实治疗方式 甲抗甲减也就是那个样子 甲抗我们就知道 甲状腺炎技能抗筋 那刚刚说到的 就是一切的动作都很快 所有东西都快 那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怕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脏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药治疗 那我们用药治疗 一般上可以用的 或者其他类似的药物 等等 那再加上一些控制心率的药 如果有高血压 还要控制血压 然后用药之后要监测 一般来说呢 需要三到六个星期 要到诊所水访 要看医生 要监测临床的症状 那甲抗本身不可怕 但是不治疗 就会造成一些 比较大的问题 影响心血管系统 甚至出现甲抗风暴 那甲抗需不需要终身治疗呢 其实不需要 一般来说我们在水访之后 我们治疗 当它回归正常的时候 一般来说可能可以停药了 但是停药之后 不代表说你马上就可以 free discharge 你还是需要在定期水访 看医生 抽个血看看症状 再结合临床症状 那有一些人呢 他的甲抗治疗了 就是一个一过性的 他可能就好了 那有一些本身呢 他是属于一个 自体免疫的疾病的问题 他可能刚开始是甲抗 后面他甲状腺的 本身的结构一直被破坏 后期他可能出现 甲状腺机能消退 变成甲减的情况 所以一旦你有这种 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需要长期水访 也不要掉以轻心 那如果是甲减的话呢 甲状腺机能减退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些症状 那药治疗 而且甲减就表示说 甲状腺本身 这个功能不足 功能不足就是 他没有办法分泌 足够的甲状腺素 那就出现刚刚我们说过的 各种各样的症状 它可能是一个 终身需要治疗的情况 那所以不要随便停药 一定要注意 要定时吃药 然后如果呢 你要用中药条理的话 甲状腺甲减的问题 是可以用中药条理 然后本身呢 要非常勤奋的 你要运动 因为当我们运动的时候 增加身体的热能 你就减轻怕冷的症状 也可以对抗虚胖 水肿 便秘 嗜碎的情况 那关节痛呢 因为它是本身属于一个 自体免疫的一个反应 那这种时候可以用一些 我们说的 那个 比如说膝盖 我们用的是Nigat 就是用一些关节支持的 护具 减少问题 那 一定要治疗 因为不治疗的话 甲抗甲卷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在长期来说呢 特别是对女性 会影响我们的月经 跟我们的生殖情况 那而且很不幸的是 大部分发生的 就是在生育年龄期限的女性 或者是 怀孕之后 生产后的女性 都会出现 甲状腺异常的情况 所以一定要关注 也要努力的治疗 那如果是说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了 我们会做什么检查呢 一般来说 第一个 医生会跟你谈 什么情况 怎么样 然后呢 他会首先要做的 就是查我们的 TSH 我们刚刚说的 甲状腺 促进分泌基数 或者促甲状腺分泌素 那这个TSH 来自我们的脑垂体的 他会告诉我们的甲状腺 你要工作 所以 如果说我们的甲状腺 不作为 那 他无法分泌 我们所需要的甲状腺数 T3T4 这时候 因为他不够 所以脑垂体 会告诉他你要多工作 所以TSH 会上升 那如果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甲状腺机能 减退 甲减 但是如果说 甲状腺机能抗净 你的T3T4 分泌的很多 很旺盛 这时候呢 他会有个 我们说的负反馈 他会告诉脑垂体 不要分泌TSH了 我不需要你的指令 这时候你检查出来的 甲状腺的TSH 他会降低 明显的降体 那一般在临床的话 如果我们检查出来 发现TSH 升高或者降低了 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检查 T3T4 或者是我们检查一些抗体 那为什么需要检测抗体呢 因为我们需要做诊断 鉴别诊断 它是一个甲状腺自体免疫疾病 或者是 它是一个甲状腺炎 或者是 就是我们的甲状腺本身 一些新陈代谢失调的问题 或者缺点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良性的甲状腺肿大 而没有症状的 然后还有呢 我们可以检测我们的治疗效果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当我们在检查抗体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这个本身 我们的甲状腺 这个治疗效果好不好 我们用药了之后 有没有效果 或者是检查我们甲状腺 本身的功能衰退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 这个人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也就是我们说的预后 所以一般上我们首先首选的 就是TSH 之后才做T3、T4 一般上用抗体检查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是已经在已知的患者身上 然后在跟专家水访分析的时候 可能需要用到 临床上常用的是这三个指标 那还有呢 就是会检查什么呢 血糖、血脂、肝肾功能 尿酸、血肠硅 还有身体的一些炎症指标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些检查呢 首先我们先说的是 甲抗、甲减 常见的这两个问题 一般上来说甲状腺癌症 甲状腺结结 它都不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 内部的这些内分泌 它主要会影响的就是我们的甲抗、甲减 那这时候我们要查的是 假设我先举个例子 甲减身体的整体的新陈代谢 所有东西都变慢 当它长期变慢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其他系统会受到影响 你可以想象一条河 当它流动的非常流畅的时候 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假设现在这个流速不畅 它是会拥有泥沙堆积 它整个河床会淤滞 然后会流速不行了 而且它的交通行业有些问题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查的是 血糖、血脂、尿酸 这三个因素 其实是造成我们血液浓度变高的问题之一 那首先我们常说到的 甲状腺跟内分泌有直接关系 那本身我们要查它有没有糖尿病 还有查它的身体的血糖消耗 查血脂 甲减的病人 它的血脂容易升高 也就是因为它的新陈代谢变慢 同样我们两个人 一个是正常的人 一个是甲减的人 吃一样的东西 可是它的新陈代谢不一样 所以另外一个甲减的人 就容易产生尿酸高 血脂肪升高的现象 也就是长期来说容易影响我们的血管硬化 心血管疾病 然后还有呢 肝肝肾功能 因为新陈代谢变缓了 那我们本身呢 身体所有的系统受到影响 甚至于临床上 有些人会出现 肝功能代谢不良 有些它的肝里面的霉 会升高 或者是我们说有胆质淤质的现象 那为什么要查血肠规呢 主要一个是看有没有感染 我们刚刚之前说过 如果有感染 有些病毒会造成我们甲状腺炎症 那这时候呢 其实血肠规 CRP跟ESR就会显示出来 血肠规我们之前说过 有白细胞 红细胞跟血小白 那主要看的是白细胞 白细胞有五种 我们有中性 跟我们的淋巴 还有我们的丹核球 色酸色减 这五种白细胞 那这里主要看的是 要知道它是细菌性感染 或者是病毒性感染 主要看的就是中性球 淋巴球 或者是我们的丹核球 来分析 哪一种感染 需要怎么治疗 如果是病毒 用什么情况去支持性疗法 那如果是细菌 要不要用抗生素 CRP ESR是身体的一个炎症指标 那一般上在 刚刚发生的感染的时候 CRP会升高 那如果是一个慢性的炎症 或者自体免疫的问题 ESR会升高 所以要详细检查 会做这一系列 还有呢 为什么要检查生殖激素 一般来说 生殖激素主要看的就是 它的生育能力 还有呢 它的卵巢 或者是男性的那个功能 跟还有就是脑垂体 有没有问题 我们都知道 整个生育系统 其实我们是从我们的脑垂体 一直到我们的生殖器官 这当中 这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 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它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荷尔蒙平衡 刚刚刚最早说到的功能 蛋白质 蛋白质里面含有氨基酸 就是我们 合成我们各种激素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这个是大致上的削减 那下次你在看体检报告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这个TSH 你就知道 它在检查你的甲状腺功能 好 再来呢 还有什么检查呢 就是常见的就是超声 那超声的话 在我们这边一般都是 当你去看专家的时候 他才会做 那像我们刚刚说的 临床上这边有什么 我们的气管 甲状腺 你在这边 这个超声下手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气管 你要看的是一个横切面 就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从这边切下去的切面 看起来 就是气管 两边有我们的甲状腺 然后这边呢 可以看到一个 小圆形的东西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结解 当你看下去 你就明显看到它的结构 跟旁边的结构不一样 那所以这个就知道 是一个结结 而主要超声看什么 甲状腺的大小 结构 就它有没有肿大 那结构内部有没有受破坏 我们知道都是绿炮 那这个绿炮呢 本身是有大的小的 或者是里面的血流怎么样 血流是不是很多 血流是不是正常 或者旁边的 有没有囊肿 有没有结结 有没有淋巴结 肿大 那有没有压迫到旁边的器官 那还有就刚 像我们刚刚说的 点131 甲状腺 色点率 那一般上 它都会在这个时间 特定的时间 去看它的社群 甲状腺的色点速度 跟它的那个 色点率 跟它达到峰值是什么时候 来评估它的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做活检 刚刚我们说到的 用支针头 试到那个肿块里面去 或者结结囊肿里面都可以 看看它里面的细胞 是火 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那怎么治疗呢 像我们刚刚说过的就是 一般来说呢 我们用药需要精确 也就是说 甲抗甲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跟医生商量 用药 不要随便停药 也不要改变药量 我们要知道 甲状腺是一个 非常非常精细 要求很敏感的器官 就像它对位置的要求 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位置 所以甲状腺本身的用药呢 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 在药房的药那么简单 我在看过呢 美国他们用药实测 这个人每天需要多少微克的甲状腺素 他们专门为这个人定制出 含有多少微克的甲状腺素 来进行治疗 但是临床上 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昂贵的治疗 所以在马来西亚 大部分我们用的都是定量的一些甲状腺素 然后让患者就是大致上 一颗半颗的来进行调整 那甲状腺素 那甲状还是要强调 甲状必须治疗 因为有甲状腺风暴的问题 那谁都不希望这种猝死 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边的人身上 所以请你记得 甲状一定要治疗 那甲减呢 要终身治疗 而且要坚持 情绪呢 在甲状甲减 或者是甚至于其他的甲状腺炎症 癌症 这种患者身上 情绪困扰容易发生 因为就是他可能变得比较敏感 多疑暴躁欲怒 或者是反应迟缓 抑郁 这种时候呢 除了用药治疗 我们可以找心理医生 或者咨询师 得到支持跟协助 那如果寻求宗教上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帮助 但是前提是 必须要治疗 千万不要放弃 然后再来呢 等一下会提到一些饮食 因为甲状腺本身呢 它跟点的摄取力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谈一谈 大概应该吃什么 那还有个就是运动 那甲状的病人呢 一般我们会建议他说 就是不要做那么多运动 因为他本身属于一个 消耗型的疾病 他已经新陈代谢那么快 流汗那么多 你再让他去做运动 大量的运动 他会变得更严重 那个症状 所以甲犷的病人呢 一般我们可能会建议说 游泳或者是散步 打坐 那如果是甲减的病人呢 我们要鼓励他进行一些 心肺功能有锻炼 甚至于提高新陈代谢率的 一些运动 这刚刚提过了 然后来谈一谈吃什么 那一般来说 甲抗的饮食呢 甲状腺机能抗净的人 他要遵循的是一个 三高三剂 因为本身这个人呢 他的新陈代谢很快 体重一直流失 肌肉也容易流失 所以他应该要保持一个高热量 高蛋白 高维生素 那高热量主要就是 要多吃一点主食 米 面 或者是麦等等 这些都可以保持健康的体重 那再加上高蛋白质 可以喝牛奶 吃肉类 或者豆腐 当然你要挑 优质的高蛋白 而不要吃太多的肉之后 造成 那个血脂肪也会升高 然后高维生素 需要摄入 足量的B组维生素 还有维生素 ACD 一般来说 这教科书上的说法 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吃 综合维生素 那就不用伤太多的脑筋 那如果三剂的话是什么呢 要减少含点的盐 那你买盐的时候 你要看 海盐 或者是你要看上面是 没有added iodine的 还有就是含点的产品 刺激性的食物 就比如说我们有 海带 海草 紫菜 或者还有常吃的 海苔 虾皮等等 这些东西 它含点量会比较高 那这个要减少摄取 那如果是 假减 假装腺机能 减退的人呢 他也要营养丰富 他要足够的蛋白质 但是他要控制 油脂类的摄取 就多吃瘦肉 鱼肉 禽肉要去皮 就鸡肉鸭肉要去皮 那可以吃 鸡蛋 或者豆制皮 那 还有一个就是 要限制他们摄取 肥肉 五花肉 芝麻酱 坚果 奶油 等等这些 含油量比较高的东西 那使用油控制20克 其实这个蛮难的 我个人就建议说 在饮食上尽量用 蒜的 蒸的 煮的 那就可以控制 使用的油量 那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新陈代谢 不好 所以他可能呢 会因为 就是身体的那个 新陈代谢慢 他的再生障碍 他可能有贫血 或者因为吸收率降低 他的铁不足 所以在饮食上面呢 就要 就尽量吃 含铁量比较丰富的东西 例如说 红肉 或者是 我们说的一些蔬菜类 好像线菜啊 等等 那其他的就是 注意吸收 叶酸维生素B12 维生素C 那其实呢 这一些就可以在 水果或者是 我们的那个 维生素 综合维生素 里面可以摄取 那还有一个是 控制盐的摄入 因为刚刚说到 假减的人呢 其实他新陈代谢慢 慢的话容易淤滞 淤滞的话 就是容易水肿 所以他要减少 盐分的摄取 那回归到 下一个就是 有一位朋友 就很大方的 跟我们分享了 他本身的一个 病例啊 这些是他的 厌血报告 那名字 我应该是已经删除了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人本身发出来的报告 这是第一章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2018 2019 2021 他本身去厌血的时候 看到的一些变化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的胆固存 那总胆固存呢 在这三年内 他都是维持在 我们说的边缘升高 我们可以看到正常值是 0到5.2 他在5.5 5.7 5.3之间 漂浮不定 那他的 甘油三支是正常的 一般要控制在1.7之下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然后 我们的说的高密度 胆固存呢 他一直属于一个偏高的状态 他就是 2.0 2.1 1.9 2.1 还有一个是低密度胆固存 我们说的坏胆固存 他也维持的很好 在3.8以下 那本身呢 过去三年的那个 这个肝功能没有测 就是今年 2022年测的 那这个本身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的蛋白偏低 他的 有些肝的那个 酶是升高的 好 这是我们 有个身高 有个降低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章 我们先大家一起看一下 然后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讨论 好 下一章呢 这个是他的甲状线的一个检查 那甲状线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 刚说的TSH TSH呢 他就这个是正常值是4.94以下 那他这边是14.4 那他的T4呢 是偏低的 9.01到19.05 他是8.33 这是甲状线的一个报告 再来呢 这一边呢 这是我们的血肠龟 我们的血肠龟呢 最后还可以看到一个是 只有一个异常 就是他的089 3.9 那除此以外 他的白细胞 红细胞 他的血红素 等等都是正常的 那这边很多 这个细节很多 但是 终归简单来说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 白细胞正常 还有他的五种白细胞 中性球 淋巴球 丹荷球 色酸色碱 都是正常的 只有一个3.9偏高 好 再来我们再看 这一个 这个也是 丹固醇的 重复了 好 所以基本上来说呢 这三章讲的就是一个 甲状线机能减退的人的情况 我们说的甲减 那 可以看到TSH 正常值 4.94 他是14.4 也就是说 他从上面下来的指令 非常的高 那他影响的就是说 这边 甲状线本身不作为 所以他 这边分泌的量不足 上面一直告诉他 你要工作 你要工作 所以他就 这边变得很高了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他没有反应 他还是偏低 所以这个报告分析 这就是一个 甲状线机能减退的报告 然后呢 我们再回归看到他的胆固醇 我们看过来的时候 就会明白为什么 他的胆固醇偏高 因为他本身来说 他这个甲减 本身的新陈代谢就比较慢 那今年呢 可以看到的就是 这个我们 这三个是我们本身的 身体里面的蛋白质的比资 他有 今年有出现偏低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过去三年的数据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 他到底是正常还是异常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检查 可能是一过性的 偏低或者偏高 所以要追溯过往的一些报告 才可以知道 他到底这几年的变化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我们的ALP 就是我们的肝里面的酶 他升高了 然后这两个呢 是另外一个酶 他降低 那实际上来说呢 如果升高 他其实比临床高 大概是一个7 然后这个降低 也降低大概5 所以呢 这个是属于一个 我们说的边缘性的改变 那这个跟他的假减 本身有点关系 但是我想知道的可能就是 他验血的前几天 有没有喝酒 有没有吃抗生素 或者吃一些止痛药 那他也会造成肝里面的酶升高 那这个降低的话 酶降低没有关系 我们比较怕的是升高 但是这个跟肝功能受损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一般来说 肝功能受损的话 他上升的量是非常的明显 还有如果是肝盐的话 他上升是几百几千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然后再看到我们的这个雪藏规的报告 那因为我不知道 他的本身是现在才验出 他有假装腺的问题 还是说 他过去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 如果这是一个第一次诊断出来的 假装腺机能减退的问题 而且是比较急性的 那我们是可以怀疑说 他是不是前阵子有一个已经痊愈的病毒性感染造成 那如果说这是一个已经存在长久的问题 那这一个报告呢 其实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最近患者本身有一点病毒感染 可是不严重 因为我们身体本身都会有抵抗力 所以一旦他受到感染 我们本身免疫能力其实会把它消退 每天我们都会经历不同的细菌病毒感染 其实呢 并不是每次都会发生严重的生病的现象 因为我们本身都有抵抗力 所以这个报告就是我们可以质疑 因为他的病史的情况 好 那接下来呢 其实大致上我们今天的假装腺分享是到这一边 那我们就下一步呢 我们就开放来 我们可以大家进行讨论 那我们先把时间交回给小微 小微在不在线上呢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陆医生呢 今天给我们谈的这个假装腺的这个一场的这个部分 那非常抱歉 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做就是直播的这个部分 那但是呢 我们已经做了录影 我们事后会再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YouTube上面 那欢迎大家到时候再到我们的YouTube 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呢 去看回放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直接进入 因为我们都在这种讲堂的了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把这个主持的时间呢 再交给陆医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